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年大年初一的深夜 在距离青海省戈尔木市120公里的一座矿山上 武警青海总队4支队的10名官兵正面对着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 30至40开始已经爬到他们的采换区 4武器他就往里面走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喊话 人家根本就不下去 一直往上走 这是一座开放式的矿山 虽然有10名武警官兵 5名公安干警和10几名护矿队员把守 但不法分子还是偷偷绕过检查点潜入进来 而根据戈尔木市公安部门所掌握的线索 当晚将有200多名不法分子聚集到这里倒降矿石 眼前的这三四十人只是最先到来的一小部分 情况已是万分危急 这个灯光已经照向他们的时候 他们厚于重 耗子含上 口号含上在那个地方 还有吹着口哨 开始对这个浴室矿 就开始拿大锤砸钢签 当着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护矿队员的面 不法分子竟然如此胡作非为 足以显示出他们疯狂的程度 欲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山上手矿的武警官兵立即向支队请求增援 然而部队驻地在戈尔木市 离十八矿区足足有120公里远 增援部队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赶到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 稳住现场的局面 是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护矿队员的首要任务 既不能让部法分子对矿石肆意滥彩 又不能在增援部队到来之前 和他们发生激烈冲突 如何控制好与部法分子对峙时的分寸 成为武警官兵面对的难题 不定时对他们进行袭扰 就是让他们不能舒服服服服地过去采矿 采这个鱼石矿 然而当武警官兵冲向采矿区 要对强行采矿的部法分子进行控制的时候 部法分子们却采取了更加疯狂的举动 看我们过来了 然后就经常拿着有鸡蛋那么大的石头 或者有的比这更大的小分就扔过来了 面对部法分子的嚣张气焰 武警官兵进一步加大了威慑力 他们向部法分子投掷了暴震大 刚开始不知道什么东西 回来看声音比较响 确实比较震人 他们确实害怕了 大家原以为爆震弹巨大的爆炸声和刺眼的强光 会让部法分子退去 然而仅仅过了几十秒钟 部法分子竟然又疯狂地原路返回来 有人喊了一句 说是有武警是暴震弹 他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这是起的威慑作用 所以他们就往上冲 往上走 这座矿山中的矿石 似乎可以让这些部法分子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那么这些矿石 为什么具有如此的诱惑力 部法分子进行盗抢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好一点的 一公斤要一万多元 稍微差一点的 也在六七千元 这个警机的诱惑特别大 发生盗抢事件的矿山 就在海拔四千二百多米的玉女峰上 玉女峰位于昆仑山南路 从航拍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玉女峰的颜色和周围的每座山都完全不同 而山上石头里包裹的 就是质地细润淡雅清爽的昆仑玉 虽然昆仑山自古有玉山之称 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昆仑玉被人们所了解 却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 而且发现昆仑玉的过程 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92年的一天 在玉女峰下放牧的一位牧民 突然被神奇的景象所吸引 在堆积了上千年的乱史当中 竟然有几块石头隐隐约约发出绿色的光芒 像玉石一样润泽透彻 这位牧民是个有心人 他把这些与众不同的石头 带到了省会西宁市权威部门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令人喜出望外 这些特别的石头 竟然和有着六千年开采史的和田玉 属同一种玉石 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昆仑玉 而名贵的和田玉矿源又面临枯竭 所以那时候市场上百分之六十的和田玉 实际上就是昆仑玉山料 而昆仑玉更是占据国内软玉流通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205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更为昆仑玉披上了神圣的光款 奥运奖牌还用了和历届奥运会奖牌都不相同的样式 奖牌上镶嵌的是一块块细致润泽的昆仑玉 这让昆仑玉更是名声大振 他的行情在此后更是扶摇之上 不管是这个雨撩还是雨颠 还是雨是支撑的败颠一些雨期 应该说都是加值反来基本 守着玉女峰这个聚宝盆 当地的玉石市场异常火爆 人一些南方的商人也看好这个市场 在戈尔牧市投资玉石生意的人很多 2011年春节前夕 青海戈尔牧市的玉石市场 一度出现了玉矿石料短缺的情况 个别利益熏心的玉石商人觉得财路受阻 他们想起了歪门邪道 开始组织缩使一些素质不高 游手好闲的人 到矿区盗抢昆仑玉矿石 比如说你待着家你一天也没啥事 我给你二百块钱 你到山上去看能不能给我抱一块石头 如果能抱上石头回来 我根据这个石头的质量 我还不同你给你更多的一些钱 在经济利益的趋势下 不断有人铤而走险 以身释法 为了斩断身向国家宝贵矿藏的黑手 公安部门立即采取行动 在抓获了一批布法分子后 矿区曾恢复过一段平静 但在临近春节时 盗抢事件又死灰复燃 而且愈演愈烈 布法分子通常会用铁锤 钢签 甚至用爆破的方式 对矿石进行盲目肆意的开采 国家的矿产资源 在遭受盗抢的同时 也遭到了粗暴破坏 为此 武警青海总队四支队组 专门标题了十名官兵 协助公安部门 维护矿区的正常秩序 然而 这些布法分子 大多居住在矿山周边 他们对矿区的情况 十分了解 大年初一的夜晚 他们绕过武警官兵 公安干警和后矿队的检查点 检入矿区 而这次的倒想行为 比以前更贪婪 有残忽 人数更多 规模更大 印象更坏 最多的时候 采矿平台上 聚集了至少有120名犯的分子 当时我们上面那个平台上 也就是有三十多人吧 放 为了阻止布法分子的盗抢行为 十名武警官兵开始使用防爆枪和催泪弹 对布法分子实施洗扰 而这是当前情况下最为有效的办法 事实的骚扰比较多 就是有投了催泪弹 他们感觉到难受了 他就转过来 对着我们平台上 开始骂 在武警官兵成功的洗扰下 布法分子一直没有机会 对大块的浴室矿 进行肆意开采 他们只抢到一些 已经开采出来的散碎浴矿石 这让布法分子变得更加雄几乌 最严重的时候 到达了有三十名 三十名犯 三十至四十名犯的分子 他们聚集到一块 有一个带头的说 咱们上去 上去把这帮武警和公安 全部赶走 显然 当晚众多的布法分子 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不惜代价的 将浴矿石抢到手 因此 在武警官兵 已经实施有效洗扰的情况下 汇集到采矿平台上的布法分子 仍然越来越多 在矿区监控室里 摄像头所采集到的图像显示 通往矿区的各条道路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手电筒光亮 这说明 有更多的布法分子 正在向矿区汇集 他们像一群 红了眼睛的蝗虫一样 要对这里进行洗劫 手电筒其实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范体工具 通过手电筒的照射 可以清晰地发现 浴石存在于矿石中的哪个部分 事实上 这些参与盗抢玉矿石的布法分子绝非散兵游勇 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伙 他们盗抢玉石的方式也很专业 在配合公安部门工作的过程中 武警官兵对这伙布法之徒也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 从组织员上山 上山采掘 在山上辨人玉石质量 以及转移赃物 销赃 都由不同的人员来担任 春节前 青海总队四支队的官兵 曾经两次配合公安部门 组织盗抢玉矿石事件 结果竟然都是无功而发 这个支队是一支机动能力很强的部队 无论是预受的抗认救灾 还是处置各种孤发事件 他们都能够到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然而 对付这伙布法之徒 他们却继续两次都没能成功实施抓捕 从这个情况看 足以说明这伙布法之徒的狡猾多端 他有眼线 有些甚至在我们支队 还在公安局的对面 出走车里面 他都有人观察 如果我们部队行动 公安一块配合行动 他能够及时通风报信 就在大年初一的深夜 利用春节长假 这伙布法之徒再次对玉矿 进行疯狂倒下 感觉到在这个春节 这个广大市民沉浸在节日的喜庆 风雨当中 上面肯定不会有人想趁这个时机来 这个就是获取个人的私利 然而 布法分子的如意算盘 却结极实实地打错了 他们并不知道 在矿区除了有十名武警官兵 驻守执勤 四支队的二百多名官兵 接到报警后 也已经从一百二十公里之外的格尔木 火速向事发地域开进 二百多名官兵外 从一百二十公里之外的格尔木 火速向事发矿区开进 狂蜂在公路上悬起沙浪 仿佛预示着一场激烈战斗 即将塌下 西区前几次被布法分子眼线通风报信 导致行动失利的教训 因此部队从格尔木市出发时 就做了精心的安排 独自大部队 整个车队手往司法地区开进 OC或是分单车 或是亮亮车 唯一做的这种方式 像司法地区 把警报关掉 把大灯关掉 是秘密的 向这个预知矿区 进行摩托马开进 午夜时分 部队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摩托化艇进后 顺利抵达日落空 在对现场警报做了细致的分析后 前线指挥部制定了作战计划 根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 不法分子到抢浴矿石后 将会向矿山附近的公路方向逃窜 前线指挥部在通往公路的几个要岛 安排了官兵进行潜伏 不法分子从这里逃跑去 就将落入买死圈 高海拔的玉女风 夜间的温度早已降至零下二十几度 但执行潜伏任务的官兵们 却只能在漆黑的旷野中忍受严寒 带刺的沙鸡是高原上特有的一种灌目 此刻这些坚硬的刺和刺骨的寒冷 正一起考验着无尽官兵们的意志 大家穿的大衣 原衣已经相当的厚了 但是沙鸡仍能扎破我们的衣服 扎穿我们的内衣 扎进我们的皮肤 河北杀鸡刺痛响逼 在一座桥下的官兵 更面临让人难以忍受的情况 在这里潜伏有着相当的困难 在地域的桥洞下面 战士们一直在刺骨的严寒中 保持着这种难受的姿势 然而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他们没有一个人埋怨半局 凭借日常的艰苦训练 和多次执行重大任务的魔力 武警青海总队四支队的官兵 早已具备坚毅的品格和顽强的意志 即使再恶劣的环境 再艰难的困苦 官兵们都不怕 当潜伏两个小时之后 我转过头问 我说大家还能不能坚持 他们都回答声音非常小 说还能坚持 但是我旁边的战士已经给我说 拍照 我的手脚已经完全麻木了 已经一点自觉没有了 身体早就冻僵 嘴唇也被寒风吹得干利 而对无尽官兵们来说 这时连喝口水也成了奢望 这次喝水的话 水全就冰块了 已经再没了别的水了 然后又口干的没办法 然后我们就把加到业务底下 可能加去这样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就换了一口水 真的真一口水 从深夜十一点起 执行潜伏任务的武警官兵 一直在玉女峰山下默默坚守 而到了凌晨三点 在山上矿区逗留了七个小时的步伐分子 开始有了新的举动 他们就是好多人 就是背着自己抢的运势 在三点钟的时候 基本上全部已经离开采矿区了 潜伏官兵警觉地观察着 山上的一车一动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一个异常的情况 然后突然之间 同时亮了一二百个手电筒 瞬间那一二百个灯 手电筒又全灭了 这个发现让官兵们感到十分疑惑 步伐分子突然关掉手电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灭灯的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起来 再经过几分钟又亮一会儿 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在寻找道路 武警官兵的潜伏行动十分隐蔽 显然步伐分子并没有察觉 山下已有武警埋伏 但他们竟然凭借 对地形的熟悉摸黑下山 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进一步证实了 这伙步伐之徒 对周围地形的熟悉程度 而没过多久 武警官兵又发现 这伙步伐之徒 并没有按常理 选择逃跑的行 他们向相反的方向 开始逃窜 难道他们又要耍什么花招吗 是否要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这让武警官兵突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趁着这个夜子去抓 肯定还抓捕不少的 到位枪预划的不法分子 同时也有可能会出现在夜间 这个不法分子放不择命 会掉下雪 所以可能的这个不法分子 生命把我们首先享用生命的机会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不法分子的人身安全 县县指挥部果断决定 不要贸然上山围捕不法分子 实际上狡猾的不法分子 选择了一个绕远又危险的路线逃窜 他们要翻过几座大山之后 沿着山那边的公路继续逃跑 而经过前线指挥部的精心部署 抓捕行动将在不法分子 逃到第一座山的时候展开 所有的武警官兵将兵分三路 采取正面追击 两侧迂回包抄的战略 将不法分子围堵在这座山里 而执行潜伏任务的官兵 也接到新的力量 他们悄悄撤离潜伏 向不法分子逃跑的那座山脚下转移 等到天一亮 就立即实施抓捕行动 冬季的矿区 在早晨八点后才会天亮 在漫长等待的几个小时中 所有官兵都急切盼望 抓捕行动的正式打响 无论猖狂的不法分子怎样狡猾 也绝不能让他们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漏网 八点多 天色已经大亮 不法分子的行踪已经暴露无遗 岩石峭壁上不时能发现人影在广度 他们有的三五成群 有的单独套窜 一声令下 武警官兵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开始向山上围捕 尽管武警官兵各个素质过硬 但是面对适应了高海拔气候 对山市地形非常熟悉的不法分子 这场发布行动仍然面临重重困难 那么 武警官兵在抓捕行动中 究竟遇到什么危险情况 最终又能否把所有不法分子抓捕归案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收看 梦碎昆仑日下集 有公安干警 武警官兵重兵把守的昆仑日矿日 突遭不法分子攻抢 为防止国家宝贵矿坊 遭受损失和破坏 武警官兵重拳出击 面对熟悉地形 适应高原环境的不法分子 武警官兵将怎样展开抓捕行动 又会演绎怎样精心动作的故事 军事件事 下集播出 梦碎昆仑 下集